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的这个暑假,旅客在出行预定上会有什么特点呢? 南都记者分析携程近日发布的《2020年暑期旅行消费报告》发现, 与5月、6月相比,今年暑期的7月和8月将相对性地迎来一波持续性的出行高峰。 在出发地方面,截至7月10号,排名前五的是上海、广州、成都、深圳、重庆。 而北京虽未排进当前暑期热门的前十,但就机票情况来看,北京人暑期机票预定量为全国第一。 而在目的地方面,近期大火的一些电视剧及传统的影视基地则成为暑期不少旅客的新宠。 报告显示,湛江、东洋、巴英布鲁克草原、普者黑、苏州这几座城市的搜索量, 环比6月平均呈现20%以上的增长。 其中,隐秘的角落拍摄地占江7月1号至10号搜索量,同比增长了30%以上。 另外,在暑期酒店预定方面,还呈现出避暑的特点。 如南方旅客更喜欢搜临近海边、山间、草原的高新酒店,选择清凉一下。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